大家好 歡迎回到眸向編輯部節目時段 今天是2021年5月14日星期五的時間 今節有我許樓山 還有澳洲熊仔餅珍BC 你好大家好 才是鎮迪好 請大家like我們這段影片 留下言最重要是訂閱眸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寶浪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點贊 今節回到來 大家看到標題都知道說什麼了 就是他們黃友裡面的第一號烈士梁凌杰的死因言訊 進入到尾聲的階段 終於這傢伙鄺俊宇 有名鄺柳宇 終於在樓頭 我看到媒體幫他寫了一句 說到作家就是作家 作東西真的是一流的 為凌杰做最後一件事 說到好像正氣凌言那些這樣 拍著他就胖了 我看到他這陣子的身形腫脹了 拍著他怒氣匆匆 好像一念認真那些這樣 走走走走的樣子 哇 看到這一句說話 我真的隔夜飯都吐了出來 為什麼呢?對於你現在所謂的民主黨 甚至乎泛民的人 在區壓所就著他們不同的情況 你都沒有一句 對於選舉修例之後 你也都沒有說一句 民主黨現在裡面的風波 究竟酸不酸勢好還是怎樣 你作為一個叫大佬輩 都可以叫大佬輩的 一句聲都沒有 再生的就不管 為他們做事 你有沒有為他們做什麼事? 沒有啊 剛才說唱燒作家寫小說 那就好了 到了這個梁寧傑就終於說 為他做最後一件事 哇 那種的虛偽 真是令人作偶 真是假裝老虎穴蝦蟹 現在就出來說要說些什麼呢? 我想你可以說 怎樣也好 你真是在香港來講 書真的能賣得下的 現在不止當時真的叫做賣得下 有多人看 有什麼作家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雖然我們經常笑你 有很多鬥號 本本書都是鬥號來的 但是很快就隔一行 很快就轉一行 我想你對於這次這個言訊方面 可以這樣說 你一定已經是一早量度定了 上去有些什麼說 有些什麼希望媒體會拿出來放大 你怎樣去交代 怎樣去交代你當時究竟那個 內心世界有些什麼說呢? 你當時做到些什麼呢? 怎樣將在你自己 其實有時候他作家 有時候作東西是怎樣做呢? 可能只不過很簡單的事 他走過去 可能他走過去的天橋附近 望一下他 但是他也可以加插到畫面很豐富 例如情深深與蒙蒙 看見到他的背影 又大聲喊 我都差點忍不住哭 把整個畫面整個情境很煽情地表達出來 這就是怎樣可以將一件事修飾到很有場景的感覺 正常的 他寫的是作家 記住 找他上來講 不過他不屬於證人之一 因為要說回言訊主任都說了 不會抗拒 或者不排除任何人都呼籲所有人 可以協助到這個死因言訊的人都可以聯絡他們的死因庭 千呼萬喚 終於他出來了 我們昨天有一節都講過少少的 就是說 鄺俊宇和這個叫做什麼 什麼女村長 就曾經想過去就跟他說 跟這個梁寧傑說一下 勸他回來如何如何 但是因為警方就知道這個梁寧傑就藏了把戒刀的 也都曾經拿出來捉住自己的頸子 因此就不敢給鄺俊宇兩個過去 無論如何 如果他能給鄺俊宇過去的話 他都要負責的 應該有什麼事 怎麼辦 要負責的話 或者要保護他們兩個的安全 警方就說了 如果是的話 要找拿著盾牌的警員一起協助走過去 但是也都怕會弄巧承撤 會影響了他的情緒 會激動到他有什麼不同的情況發生呢 想不到 但是這個險不應該這樣去冒的 即使要警察和鄺俊宇 甚至乎梁寧傑一起去冒一個險 當然沒有 所以沒有了 他們都說 好了 後來鄺俊宇和那個女村長也都沒有去糾纏這件事了 今節回到來了 重點就是鄺俊宇終於開刊說話 好笑喔 他說自己呢 如果你問我的話呢 我是社工出身 說自己甚至乎有機會可以叫做避免到悲劇發生的 他說如果 覺得很可惜啦 如果談到話的話 能夠展開那個對話的話呢 他說都是一個好的發展的 遺憾啦 就是我不能夠跟他講到一句話啦 嘩 這個真是量了這麼久 終於被你量到出來啦 這個世界上呢 有一個人叫做談判專家的 嗯 談判專家呢 也都不需要呢 要是社工才可以讀啦 是吧 社工呢 這樣的邏輯來講呢 社工呢 也不能夠叫做等於是一個談判專家喔 你沒有理由說我是社工 那我懂得怎樣去跟一個 有這樣的行徑的人去談的 令他要回來 或者回頭事案 如何如何啦 如果是的話 那還要讀談判專家呢 就是怎樣解決 人家叫做談判專家呢 為什麼人家是這方面的專家呢 就是因為他學過啦 有不同的case 甚至乎是實習過啦 是不是 是啊 那如果按著他的邏輯 那警方不用請談判專家 全部請了那些社工就可以了 嗯 是啊 那接著有那個 言順廷在那裡想哭想哭啊 很耿煙喔 這些媒體寫出來啦 不過他呢 就不知道這個梁寧傑呢 手持著這個戒刀的 那更厲害啊 講到自己呢 就算是知道又怎樣 有戒刀啊 都不會是我的考慮啊 我不覺得他會傷害我咯 然後又假裝想起呢 它掉下來那一刻呢 已經呃呃呃 然後想哭了 形容的是人生很難受的一件事 我以為呢 可以平安 每個想 我想每個人都平安 但是那天做不到 是我很大的遺憾 那在你這個人渣講出來的這把口呢 特別難聽 為什麼呢 喂 你與那些暴徒同行的嘛 你說那些是手足的嘛 梁寧傑是不幸的事件 如果被這些暴徒撕了那些人那怎麼辦啊 是啊 喂 你什麼叫傷害 就是你覺得梁寧傑不會傷害你 但是那些暴徒去傷害撕了那些人呢 蛤 那那些人難不難受啊 是嗎 你沒有為那些人哭啊 沒有為那些人呼冤啊 沒有叫人不要這樣做啊 那些那種虛偽呢 真是相當令人作嘔的 那好了 到了警方的作工就說 鄺俊宇即使是一個社工 不等於他受過談判的訓練 加上呢 他和事主的關係呢 也都是不明 會不會刺激到這個事主梁寧傑呢 也都是未知之數 所以難以判斷呢 他介入之後 能不能夠起到一個叫正面的作用呢 那聽起來真的很公平的這麼說 我也不知道你認識不認識他 鄺俊宇都說的 他之前是不認識他的 不認識梁寧傑的 他說了 就從立法會接駁到梁寧傑想做空中飛行的消息 那馬上趕到現場 就十幾分鐘左右 他當時就覺得很緊張 想即時接觸他 那鄺俊宇說自己去到平台的時候呢 想判斷一下梁寧傑的位置 看到警方就抓起了一個封鎖線 他第一時間想和警方溝通一下 認得一個以前在遊行裡面見過的女警 印象中但是互相見過 互相都認到 跟著鄺俊宇就說這個女警期後就跟他的同事說 就說他是港島區的公共關係科的警員 她叫Jacky 鄺俊宇就跟這個女警方說 就說她自己是註冊社工 她的出現就可以幫到手的 他說Madam Jackie就沒有即時幫她處理 但是就說明白的 不過自己跟她那個距離比較遠 只是看到她的身影就沒有了 不過後來警方就拒絕了 拒絕的要求 剛才我都說了 也都說談判專家 也都在過來了 這是封鎖範圍 也都不適合去做什麼溝通的 要求她翻封鎖線之外 鄺俊宇就說不斷逗留在這個現場 跟警方說 盡量試試 我幫到手的 不過警方都說不是那麼方便 叫她離開 她後來就搭回扶手電梯在金鐘道那裡 看看能不能看到她 現在她圈驗到的人就是想告訴別人 喂 我是社工 如果你當時有給我過去的話 可以叫做避免悲劇發生 她沒有說百分之百 但這句話相當可恥 你為什麼擔保是可以先 是啊 你不是專業人士來過到時 讓你真的跟她直接對話的話 有什麼閃失啊 有些人出來吵 嘩 都不讓專業人士搞 讓我這樣的業餘人士搞 嘩 政府也是嚴重的 所以都是用專業判斷好些 我覺得就是 沒錯 很多年前歐陽波比有一套 在TVB的劇都是講這些談判專家的 裡面都有講到少許的技巧和訓練 當然你說是電視劇 根據一些朋友所講 和少年A的朋友所講 都說裡面有一部分是真的 甚至乎有些談判專家 聽少年A說 甚至乎學過了催眠的 不是那麼簡單 一件事就算了 例如她的心理方面分析 雖然讀社工可能你會讀到一些叫做心理 但是某程度上只不過是很表面的 有些人可能說 你大學讀哪一科 讀心理 我可以拆開一點點說 但是在大學讀完心理 你是未夠那個資格的 通常是要讀碩士 你的心理是哪一方面的專門的心理 犯罪心理 兒童心理 還是什麼心理 你要告訴別人才行 如果不是的話 人家是不聘請你的 還有覺得你是不夠專業 只會覺得是 因為你是學位來講你是讀完 不過你只不過是每樣碰一點 不夠專 你要專了那樣才行 你抗進而你只不過是社工 你不是談判專家 談判專家是一個專門的學科 我為什麼拿來做一個例子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不要把自己的社工這件事 就放到很大 就是能力上就放到很誇張 那他就說自己過去都處理過 一些想做空中飛人的事件 這個又不可以這樣算的 每一個事件都不同的 不如這樣吧 少年A就遇過一些和警方的案件有關 那他不可以說自己是警察呢? 你給我去調查吧 他警察有份幫忙 警察破案的 那他都一樣的 那行不行? 那不行了 他不是那個專業就不是那個專業 跟著他就說 就是不能夠跟他說到一句話 剛才所說的 就說什麼不會傷害他呢? 他又說到 他站在那個天橋上面 因為當時那個天橋可以說是一個工地 情緒很差 跟著又想哭 想哭 沒什麼還要救人的 就是說自己想說到怎樣 自己判了一條命呢? 都想去救回他 就是不介意他有刀槍劍擊 什麼都好 還說自己當時去作出這個適當的判斷 還說到自己大意想言 我明白有風險 但是我要做這件事 這個就是我來到現場的初衷 我初衷就是這樣的 真的聽到那些作誤 跟著言訊主任問了抗議這個問題 我覺得都挺爆笑的 他說我問他會不會擔心自己出現 會引發一些政治或者社會的衝突呢? 甚至令到事件就不受控 那抗議竟然說自己在事發前的幾天 衝突的角色擔當一個緩衝的角色 在能夠在千軍一發之下解決那些事情的 而警方也都會接受他的協助 雖然不能夠叫致謝 但是都心存感激 咦?你不是罵人家是顏色警的嗎? 你不是罵人家濫告濫報的嗎? 你在當中是緩衝角色? 你玩我嗎? 你之後呢? 你之後呢? 你和黑暴同行啊? 手足清兄道弟啊? 在元朗的時候 你坐在路邊有一個黑衣摩 全副裝備、木盾牌旁邊 拿一把軍刀的 你和他有說有笑啊 緩衝角色? 你來緩衝呢? 你越暴徒同行多些啊 是吧? 然後又說到自己 我都不懂這個叫什麼的 我只是很想幫到他的心態 我只是很想幫到他的心態 我只是很想幫到他的心態而已 我在行人路對面 都有繼續大聲呼叫他的名字 希望引起他注意 不過太遠了 他聽不到我的呼喚啊 跟著還好笑 跟著說 他說當時呢 梁寧傑走了 他說當時呢 就頭腦一片空白 情緒崩潰 跪了在地下呢 就狂哭 爆哭 以往呢 都提過一些輕生的事件的了 沒有試過失手 勸碰過很多人啊 嘩 又想把球推下去 就告訴別人 讓我去勸他就沒事了 你不讓我去勸他 那就是這樣咯 所以我就爆哭咯 你不要這樣屈下去 這些相當可恥的行為 你聽得出呢 他想把整件事扭下去 就說 如果你讓我去勸他的話 就不會了 你說我勸碰過很多人 又如何啊 你始終 你可能是很幸運的 可能就是這樣不行呢 你不是專業人士 總之你不要搞那麼多事 我就覺得這樣 聽警方說得對的了 你勸碰過什麼人呢 家庭糾紛 有多少個是有這樣的情況下 是被你勸碰過的 那你不去申請 你不去考做談判專家 是嗎 那你為什麼不考這件事去呢 你這麼有這方面的能力 或者你覺得你自己這方面的 這麼幫到人 一定會的 是嗎 就是等於這樣 少年這個好朋友 他想 覺得 在外國來講 很普遍的 去看心理醫生 他覺得在香港 為什麼好像這麼少 還是怎麼樣 他決定投身心理醫生 這一門的專業 在美國讀完回來 再來香港 就做心理醫生 希望推廣這一種的文化 人家會有這種抱負 當然你說不是人人都付出了這樣的精神時間 還有那個成本 但是 如果你真的有決心 想 可以幫到很多人的話 那你就應該 連那小 就是說 你要成為心理醫生 讀到博士的 跟你要去做談判專家的 都不會那個落差 都不會說要辛苦成這樣 是不是 都不會說要做博士 那麼誇張 那麼長時間 是不是 現在又說到 什麼很大的遺憾 我明白 有時候你勸不點一個人 然後他走了 是會覺得可惜 但是 你不要說到自己 真的有能力去扭轉 好像說到 如果有我去的話 我就扭轉到了 沒事了 真的 是不是 他好像 有我就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是啊 都是你自己是猜賊的 你又不是專業人士 那句 是不是 還說自己呢 平台就等了四個小時 還說他跌下來那一刻 說自己在喝東西 然後聽到人搖搖樣樣 又說什麼跳了下去 然後跟另一個人跑過去 是不幸的事件來的 那麼我們今節呢 稍為長了一點點 不過 我們說一些 和案件有關的事情 現在還有一個很關鍵的東西 就是 梁凌傑走之前 手機 究竟有什麼訊息出過呢 因為根據警方就說 他做空中飛人之前 他有大概半分鐘時間 非常專注手機的屏幕 就是他爬出平台之前 估計是有可能有人煽動他 也都指了 梁凌傑留下的遺言 似乎很注重那個叫做信罪 會不會是有些人要求他抄下去的呢 抄到這個筆記才去做空中飛人呢 也都可以拆開說一件事 有一次呢 這個叫做少年A遇到的案件 最後當然也是一些做低了人的案件 後來找到這兩個空手 準備整件事的筆記 你會發現到呢 其中一個人的筆記 那些字體的大小 和那個編排 是沒有另一個這麼整齊 或者這麼有規律的 這裡沒有時間講太多 但是你就會發現到 因為他們當時這件案件 就會在想 究竟是哪一個控制誰呢 因為一定是一個主謀 一個主謀一個副手 因為他們兩個的作工 都會看到好像 他們在說他是主謀 他們又說他是主謀 我幫忙的 這個又說我來幫忙的 那個又說我來幫忙的 那就要在證據那裡找 哪一個是主謀了 後來呢 其實這個筆記 都是其中一點 給陪審團去看的 就是這個人的筆記 好像是抄這個人 是不是這個人逼他寫呢 是不是這個是主謀呢 這個位置就到時陪審員去想了 抄出來 有機會我們再在另一些案件裡 再跟大家說 好嗎 這些是挺有趣的 接下來這個言訊庭 不知道會不會真的會有 最後的短訊 究竟他看那個螢幕是看什麼呢 看到什麼訊息呢 這個我都真的很想知道 這次我們來到這段時間 好嗎?真BZ 多謝大家 拜拜